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本期這邊第一點想請教一下我們的縣長 有關於說現在我們鄉親對於南竿室內遊遠池 寄於室內遊遠池 寄於引擎的盼望 我想政府也花那麼多錢整修 整修好了之後 上次在馬祖日報上也看到說 在五月三四一號就可以開放啟用 到目前為止聽說游泳池還沒辦法啟用 主席財事請縣長做個答覆 到底是什麼原因 請縣長做答覆 謝謝蘇建議員 我們現在室內游泳池 機器幾乎是整修以後 現在內部的設施是可以用的 那我們現在是在救生員的部分 救生員的真人部分 連續幾次的真人都流標了 找不到救生員 現在我們另外的一個權宜之計 是不是委託我們救生大隊 具有執照的人來協助我們來做 現在我們目前正朝這個方案來做 你假如說找不到救生員的話 那麼等於說 這個夏季就一直沒辦法開放 那麼我想請教一下 學校有沒有這方面的一個教練 假如說民間不能開放 那學校的學生 學校總是有這種教練 教練具不具備救生員的資格 基本上學校老師有他職責 因為救生員 他就要一直叫 常態性的在那一邊 會影響到他正式的授課問題 但是我們已經找到方法 具有救生員資格的人 如果實在沒有的話 我們教育處 有我們自己的同仁 可能要下去去做兼顧的動作 方法可以解決 就是開放的時間 我們馬上很快就把它正式對外公佈 你既然教育處有這方面的能力 有這方面的資格做救生員 那麼馬上先 即時性的先派上用場 對不對 你既然空有這個設備在那個地方 相信引擎期盼 希望能夠到永遠池 去這個健身一下 你有設備在那邊 就是因為救生員的關係 而造成這個影響 我想說現在馬祖 不是以前的馬祖 對不對 你看我們現在說打個比方 像所謂的保全 也幾乎很多我看起來 都是台灣來這邊工作的 他一個月只有賺那個三萬五六 但很多都是年輕人 對不對 我們這方面是可以跟台灣 讓某些救生的這個 游泳協會這些來的合作 希望一段時間來派出馬祖 該付的薪水有沒有政府付 對不對 不要說為了救生員找不到 影響大眾的這個 所謂的健身的需求 不會 基本上我們應該很快的會處理好這個 另外一個就是時辰的關係 我們馬祖化大概就是端午節過後 氣候已經開始轉熱了 那我們一定會馬上開始實施 馬祖主持有個時間表 馬報登5月31號 現在也說現在已經6月7號了 什麼時候呢 對啊你起碼做個時間 李民主黨那邊 你們預定是什麼時候要開放 大概6月中旬 大概6月中旬 6月中旬 目標是6月中旬 可以確實可以達到這個 我們看看 我們逐漸逐漸的把它開放掉 對啊有的救生員 只要學校有的這些 老師或者教練 可以派上用場的 我們能夠先部分部分的開放 讓大家有這方面的一個 永遠是可用可健身 好 我們分時段來處理 好第二點我想請教一下現場 就是我們台馬之星 也在今年的3月4號才完成所謂的檢修 是 兩千一百萬 是 那本息不解喔 現在相信感到很疑問說 這個5月31號才完成兩家公司的交接 6月2號從紀錄開出來 6月3號就發生了所謂的那個引擎故障 在船上沒辦法開卡 造成船上389個旅客的恐慌 甚至於說經過中天的報導 說在船上沒有食物 只有水可以喝 好 然後各方面的那個所謂的救援 都比較 都比較緩慢 好等等 我想說這個對我們地方來講 真的是所謂的好事不出門 壞事喘千里 這就要怎麼說呢 我們觀光其實我們是很脆弱的 你知道嗎 第一個你看2月份時候發生海底那個海狼斷廊 斷廊之後呢 很多新聞不斷的報導 說馬祖形成孤島 沒辦法對外交通的連絡 甚至於說通訊的往來 而造成觀光客不敢來馬祖旅遊 那段時間的連假 228那段時間的連假 你去問那個外面的住宿業者 叫苦連天啊 為什麼 因為一床十床百 馬祖不能去 現在連手機都不能看 所有的資訊全部停擺 甚至於說有些鄉親呢 把自己的這個 所謂的櫃台的服務員 轉到台灣去 住在台灣 然後來接當 變成這種狀態 所以說我說 馬祖的這個旅遊 是非常非常脆弱的 好 第二點就是所謂的現在 台馬之心 5月31號才交接的 6月2號首行 算是首行嘛 3號就故障 我一直感到很納悶啊 剛剛交接 才兩天 就發生這個問題 到底有沒有人為不章的問題 有沒有被人家動手腳 這是什麼原因呢 對不對 潛線公司經營的都沒有這個問題啊 對不對 你一開航 等於說才兩天時間 就發生這個問題 這很可怕 那天還好海上的風浪 只有四五六耶 風平浪靜 你要是說遇到東北季風 你整個在海上漂流十個小時 這麼大的一艘船 你救援的這個拖船什麼 都有問題 對不對 你要做到百分之百的安全 我想這方面 我們是不是有所謂的 急難救助的一個單位 甚至於說 有這方面的所謂的督導小組 我們現在連這樣海業 是不是有這方面所謂的工程師 這方面的一個配置 然後經常去督導這個經營者公司 據說這個經營者公司 也不是內涵 只是一個機械修理廠 對於這方面 它似乎有這方面的能力 來執行我們這個工作跟任務 我想說這個冷命是非常重要的 389個人 不是一個很少 滿站的時候是600人 這方面要救援起來 那真的是不得了 我想請現場答覆說 我們看船長的或是船公司的 海事報告出來了沒有 到底是什麼原因 要給社會大眾一個明確的交代 好 主席採事請現場答覆 謝謝蘇建議員 給我一點時間做說明 第一個 離島我們所面臨的問題 有很多的無奈 人家說人定勝天 人是不能勝天的 我們只有盡力把它做得盡上盡美 但是在這裡面的變化裡面 有很多是能力不能管控的 那在未來上 我們怎麼樣去改善它 讓它把這些不確定性把它降到最低 這是我們要努力的方向 第二個 台馬之星是不是機械故障 現在海事的報告 初步它不是機械故障 就是說我們二月份的稅修的結果 所有的機器都是正常的 但是這一艘船從結構性的來講 從開始結構性的來講 方向有一些不對 那這過去就不講 因為系統性的結構被鎖掉 讓它在操作上發生了一些問題 從運安會裡面我們得到一些訊息 正確的海運報告我們還沒有收到 但是從黑盒子裡面判讀 這裡面機器沒有問題 只是在操作上有一些系統不夠顯熟 讓它系統上被鎖住了 讓它主機沒有辦法發動 所以我們要開船 後來台灣來的電機跟系統師來的時候 排除了這些障礙 船到了第二天就可以開船 經過海事沒有問題的時候 第二天下午我們空船開回基隆 那開回基隆以後 西亞還要上船測驗 那這幾天呢 要等今天下午 西亞再開最後一次會議 對這家新的海運公司 要做怎麼樣的處置 要怎麼樣處置以後 讓它認為人員的訓練 各方面的操作 認為可以開船 它才會放行再把船開出來 這是我們後面的處置 第三個 我們有沒有對於海運的災難應變中心 有 我跟蘇建源報告 這艘船是在5月3號早上4點鐘 在航行的過程就發生問題 台灣的航運中心那邊 海邊應食中心就接到訊息 那航艦局的劉智虹副局長 在4點鐘就開始處理應變措施 所以說在第一時間內 海巡就派個兩艘快艇 到達出事的地點 作為介護 我們這邊到了早上6點多 議長也收到訊息 我們就跟港務處聯絡 讓拖撥船出去 去做拖船的動作 那我們7點鐘 從舉光那邊回來的時候 我們這邊就啟動了海事應變中心 召集所有地方的相關單位 我們就開海事會議 也跟台灣的海事應變中心做視訊 把每一個單位應進的全責 都給它做分工說明 這是我們有應變整套的SOB流程 這是都在做沒有問題的 好現場我打算一下 請問你 6月3號台馬執行 4點就發生的 是 全部停機了 那麼請問你接到電話是幾點 我接到通知是早上7點 對啊你這裡面 聯絡機構就有問題吧 聯絡的機制 你是我們的大老闆 所有都應該第一時間 不能再排除一二十分鐘之內 你馬上就要知道了 你知道之後 交通旅遊局局長什麼時候知道 我不曉得 像這種緊急救難的SOS 這個很嚴重的 對不對 你今天講說是一個風高爛極的 狂風巨爛的夜晚 這不得了 凌晨4點天都還沒亮 整個人在船上 會亂扯一團 會恐慌 知道嗎 船一旦失去動力 他那個船是亂飄的 整個不規則的 人心是非常浮動的 是非常暴躁的 我曾經經歷過 我在船上沒有 沒有動能的船 我經歷過 也在海上 漂流了那個 七八個小時 我經歷過 從南岡高雄的客船上 我經歷過 所以大家那時候心都是緊張的 所有的照明 黑漆馬黑的 也沒有動力 靜悄悄的 那個在大洋上 那不得了 那整個船亂晃一通 對啊 那這面表示說 我們旧的這個機制 SOP是有問題的 四點發生事情 中天都爆出來 你七點才知道 中天大概比較晚一點 八點多大概 我跟蘇建議員報告 我剛才講的一個重點 第一階段的時候 台馬自新是跟台灣海難中心那邊做揮報 他們是二十四小時常態性 所以說在四點鐘的時候 航港局的副局長 就已經在做所有的應變措施 到了早上六點多的時候 我們是在做第二階段的脫波的運作 所以說這是兩個方面在做結合 其實現場齁 這一艘船是我們連江縣政府 自從阿扁手上發生大甲西那個事變之後 我們國家成立一個國家收救隊員 各縣市在什麼地方範圍之內 你全部都要動起來 這是國家的責任 對不對 像你說你現在事變發生 你到七點多才了解 表示你們這個機制跟 跟上下的聯繫 真是大問題 你第一時間應該完全掌控 掌握到 然後是交通旅遊局的 還是那個消防局的 還是什麼都應該進入 進入一個整個聯繫的一個 一個收救的 然後該跟台灣聯繫 什麼聯繫 應該有 那是我們的 是我們的客床 三百多個人在床上 對不對 這方面我想說 政府的應變跟這個還是不夠 會 那邊 希望他我們建立一個機制 能夠第一時間 有所有的資訊能夠分享 你不是分享啊 你現在要怎麼樣子設法去 就是他能夠傳達給我們 對啊 這一次表示大家都 都 借信都 都 都放上了 以為說不會發生事情 其實都很難講 是沒錯 對不對 我現在懷疑是說 到底在這個交接的過程裡面 也沒有人為動手腳 怎麼只有兩天時間 以前開的都沒有問題 那這個是大問題的 你有沒有懷疑到這個問題 你五月三十一號才完成兩家公司的交接 六月二號算首行喔 凌晨三點 晚上再記錄開出來 凌晨三點 凌晨四點就發生事情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基本上交接裡面 我們都有一定的過程 我們也派了董事長 也派了第三公證單位 在做交接等等 包括交接的時候的測試 啟動等等都有在做 但是呢 因為有沒有其他的原因 因為黑黑子喔 已經被運案會拿著 他們會判讀 最後的運案會的報告會出來 我想你 我再請教一下 你所了解的 就是船上 你的照明設備 動力設備都沒有了 對不對 最後有照明 發電機有發起一步 沒有辦法全部供電 只有部分供電 主機全部停掉 主機沒有辦法 因為發電機裡面 沒有辦法電力過去帶動它 被主控系統鎖掉了 對啊 它裡面一部分是電機設備 一部分是機械設備 對對對 對不對 兩個都停掉 哇那個很恐慌 我想說這方面 說真的 經營一個團隊 也是不簡單的 千頭萬緒 是 但是你也農營這個 五星級現場 我想一直很辛苦 是 這團隊的努力跟辛苦 那這方面我想說還是要 再接再厲的 尤其關於航安這一塊 會 我想說還是要加緊一點 了解 把它做好 因為這個關鍵到大家 人命的安全 尤其假如說 那天在海上 假如你在海上 經歷這個驚魂 我想說你大概也是 也是終身難忘 還好那天是天佑馬祖 算是風平浪跡 拖波或什麼都還 還算是能夠拖得動 萬一爛大 風高浪跡 你要拖都拖得動 那麼大 一千多噸的一艘船舶 我想這方面 各大門也都要那個 加緊這個 腳步 另外我想也沒有哪一種 像關鍵這個方面 我們政府有沒有一個營運措施 你說海底電纜的部分 對啊 你以後講說 再發生海底電纜斷纜 因為這已經有兩次了 是 對不對 這個關鍵到我們馬祖 所有的所謂的 資訊化 什麼馬祖 智慧島 什麼一大堆的 都是跟 這個 電信有關 我們除了海底電纜之外 有沒有其他 第二套的配置 配置措施 好 而造成絕不動斷 以前我們口口聲說 馬祖 就是以前這個福州的 一個潛進基地 但是我知道在流利群現場的時候 就有這種雄心專制 希望之都 明東之駐 希望之鄉 就是要打造馬祖的電信的 全國第一的 但是有三套設備 一套是電纜 一套是微波 一套是什麼 三套設備 而且三套沒有半套 全部都不見了 電纜一壞掉 所有的都停擺 而且大家都利用關係 到中華電信裡面 那個先幫我 裝一個特別的 那個什麼電話 能夠通一下 我要接客人 什麼意大利 所以說資訊啊 這個是我們 現在生活不可或缺 這方面我們政府 也沒有一個因應的措施 好 謝謝 蘇建議員 談這個問題 我想這個問題 已經在會中 談過好幾次 我做個檢要說明 第一個我們有三條電纜 電纜是速度最快 容量最大 食用最方便 相對的 它的不確定性也最高 也最容易損壞 那我們現在有三條電纜 那未來如果還有機會的話 我們會在這一次 談風部長來 是希望NCC也好 稅務部也好 能不能建立第四條海欄 讓馬祖的在關牆的海欄部分 能夠更完整化 這是一個方案 第二個方案 如果關牆電纜 都在斷欄的狀況之下 未來比較確定比較保險 就叫做微波 那目前我們有一套微波系統 只有2.5Gbps 但是我們能量最大的 食用的時候 馬祖地區 是8.5Gbps 所以說在上次我們就提出 要求中華電信 一套如果是2.5Gbps 你用4套的話 就10點多的 10點多Gbps 就可以滿足馬祖地區的需求 這是最穩定的 所以說中華電信 未來它要向國外採購 再建置三套的微波視訊系統 讓馬祖跟台灣有通的機會 這是我們所得到的訊息 另外一個就是 低軌衛星 就是各位所講的星鏈 那唐鳳部長在斷欄的時候 我也給他通過電話 他也承諾 未來在重要緊急時段的時候 是不是星鏈可以啟動它的作用 但是所有的衛星的那個星鏈 都有區域性 並不是打一顆衛星全部看得到 還是有區域性 那個只能是在戰事發生的時候 緊急狀況把馬祖列為優先的區塊 那這個新聞已經就報導過了 我想從這幾個方向來 我們來努力 對於馬祖未來的整個電訊的系統 我們來做改善 謝謝先生答覆 你剛剛答覆本席說了三次未來 未來其成到底什麼時候叫未來 有沒有確切的掌握處 我們要爭取 因為這些技術跟經費 都操支在中央 和中華電信手裡 我們站在地方需求者的角色 我們來爭取 謝謝先生答覆 請坐 謝謝 謝謝 三位